在我们的影片 这个等于是影片编辑器里面有这些蛮多功能 不外乎就是把这些影片可以拿来通通合并成一个影片 另外可以加上片头片尾 我想这些功能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花一点时间的把它完成 那最后的话呢 你当然会转出来之后呢 会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影片 这边就有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的将来 请各位注意几件事 一你要给我的话 不要是私人的 那要怎么更改它的权限 很简单嘛 点击之后的话 这边可以改成干脆非公开好了 OK非公开的 那非公开记得把它储存 跳出来 至少它是那个怎么样 那个锁不要是锁住的 而是有点像半开 非公开是这样图示 如果一个地 好像一个地球的形状就是公开的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影片给我的话 就是点击它嘛 点击它这个网址它会进来 那一定会有个片头 一定会有三段影片 一定会有个片尾 OK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那上面这个网址就是我要的 不过呢你除了给我这个网址之外 我要第二个东西叫做QR Code 刚才有讲过嘛 所以如何产生QR Code 应该很简单嘛 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因为你到时候传上来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就是QR Code 为什么因为QR Code我也方便你也方便 然后你就把这个网址 直接复制之后的话 再到那个GOO.GL这个里面 把这个刚刚的网址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把它直接再shooter一下 那它会产生一个QR Code 产生一个短网址 Details 那你就把这个QR Code 直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另存 旁边有一个叫另存连结 或者另存影像 把这个影像把它另存 那名称的话 你如果用预设的话 就直接按储存 那将来请记住就是说 你交到Poto上面的话 也第二个东西 请给我一个QR Code 那我将来就是直接手机拿 我扫一下 我就可以连接到 你给我的那个影片 这样我也方便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 大概就是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云端剪辑 与那个影片编辑器 这个是创意工具箱里面的 那里面的话呢 你就给我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叫什么 那你跟你那个影片有关 叫什么 你看你下载的影片 第二个影片的连结 那记得是非私人的 第三个就是一个 给我一个QR Code 的一个图档 OK 就是今天的练习 你就把这些做完的话 今天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呢 下个礼拜开始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有关那个 网页设计部分 那这个网页设计 我想是一般最最基本的能力 那我们也把我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在这上面 所以请各位 一样是到这个Dreamweaver里面 那记住就是里面大概会有需要练习档 需要的题目档 还有需要的制服器 另外还有编辑器这边也有了 因为我们电脑里面好像没有这个Dreamweaver 这里面那最好是预先从你 先把它下载到你的随身碟吧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这边有个题目档 这个题目档的话 它是一个PDF档案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会有一些 跟那个证照有点关系的 当然你这些学会 你除了可以学会那个网页设计之外 当然也可以去考证照 因为之前也有你们的学长姐 在毕业之前考了这一类的网页设计的证照 那当然在就业上面 当然有个更 我觉得更能够衔接 因为你可以证明说 你到底会不会这些东西 那里面的题目呢 很简单 就是它给你一个网站的一个样子 你要把那个网站给做出来 那里面它有个细项的规定 它会给你相关的素材 包含就是文字会给你 图也会给你 还有什么 也许有声音档 影片档它都会给你 但是呢 你就是要把那个网站给做出来 看到的结果呢 也要长得跟题目要求的一样 所以里面的话 大概那主要是双数题 所以你们大概看的时候呢 请记住就看那个双数题为主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下礼拜要从双数题 102 104 104 一直到110 然后第二类的话 202到210 总共会有10题 不过以我们的进度来看 一直到期中考以前 期中考以前 我们大概目标是10题 不过可能没办法全部上完 所以呢 上到哪里 就考到哪里 所以期中考考试的范围 就是考你 做网站 OK 应该很清楚吧 应该没问题吧 反正目标非常明确 那实题如果 没有办法全部讲完 我们就是 讲到哪里 就讲 这就哪里 不过以以前的经验来看 好像要全部实题讲完 不太容易 OK 然后如果你以后要去考证照 反正就是实题把它准备好 你也可以拿个证照 好 这个是我们一直到期中考以前需要做的 那再来就是说到期中考以后 就是第二阶段 就是做手机的APP 那这个手机APP跟网页其实是相连贯的 因为你如果会做网站的这个方法 你很快可以把它转成做手机的APP 所以我们用的范例题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一个是在电脑上看到画面 一个在手机里面看到画面 所以最后也可以转换 那将来当然我也很希望说你们将来在 也许在一些毕业专题或者其他应用上面 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 或者属于自己的APP 那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在你毕业的履历 就是你的早工作的履历表上面 可以产生 而且你履历表上面 我觉得真的可以放个QR Code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面试官他都会有手机 你就让他少一下 所以你要很浅显易懂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履历表都会被要求 你要给个履历的影片 影片是你如果面试自我介绍 你就直接传到YouTube上去 那你设为非公开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剩下的时间就给各位 把今天的那个作业 给给做完 其实应该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实用 那当然我还蛮强烈建议各位 就是说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那当然几个同学如果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 不妨可以想想看 反正大家一起做一点 说不定再来第二阶段 也许你可以再去申请我今天讲的Google的那个ADSense 那ADSense呢将来你可以跟你的部落格 跟你的YouTube 跟你的手机的App 其实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只要你有创意 你有创造出一些东西出来 你有内容 那都可以利用那个ADSense 去产生一些小小的获利 那这个获利能够多少 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 因为我的东西说真的 我放上去的东西 都是上课的影片 并没有一些很炫酷炫的东西 不过这样的东西都还会有这么多的观看次数 那我想如果你做一些popular一点的东西的话 甚至是你讲一些大家关心的议题 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在的 比如说举凡你如果说现在要创一个原制的一个频道 原制大学中语系的频道 都不是很问题 只要你有办任何活动 都可以产生video 其实能够产生video的机会太多了 你随时随地都影片 只要你稍加做一点点 做一点设计 然后再把影片稍微剪辑 对不对 你一个戏学会的 你要让人家知道戏学会到底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不再只是用一些文字 那你可以创一个什么 类似的各个单位的一个频道 我想这个都有其必要性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用的方法 当然不是只有我讲的这些 当然还有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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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